下面来看到台中石缸这一座水牛雕像 因为会流口水而意外爆红 不过大家这个穿枣附会的添加了一堆有气的故事 乳白色的物体从水牛雕像冒出流了满嘴都是 乍看像是这座水牛在流口水 而会流口水的牛雕像也成了台中东市的新地标 爆少游客莫名而来专程拍照 没有那个一只另外一只牛当 就是母的牛当它的伴侣 然后有点饥渴这样子 到后太累了 要站近就流水了出来 当地的民众责责称奇的是 两年前就有人发现水牛的嘴边流出乳白色不迷一体 而且一滴一滴的积在牛嘴边 穿着附会的故事不进而走 但事实到底是如何 它这个是塑胶缸做的 到一般讲它是很少有这样子 这个几十年来都没有看过 那是最近两三年 就发觉说怎么好像流口水 生意者则表示水牛是被太阳 晒到里头的蜡膜不断流出来 像是在流口水的模样而成了当地奇观 这座水牛雕像出立在石膏往东市道路旁 当初是为了凸显当地的客家文化 砸了十七万 防照高雄冠军水牛当模特儿打造 比起真正的水牛一头十万 还要昂贵 最新的李渔斌台中采访报道